大家好,我是王武老,说半导 今天又带领大家来到统计基础篇 讲的是开心平方果 Kai Square Distribution 这个Kai Square,这个字念开 它不是念气 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 规矩 开始来一个有意识的开场白 今天我要谈的是三这个字 三是唯一的数字 前面两个数字的和 没有任何数字是像它这样子的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而是希腊哲学家 他也认为 三是有一个特殊神性的完美数字 他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时间有三段 过去,未来,现在 生命有三段 生,死 还有我们现在活着 任何秩序有三段 有起始,有中了,还有中间 对不对 这三是很有意思,很有神性 不过那小三又怎么回事 小三一出现就演三国演义 鸡飞,狗跳,高潮,铁企业 这不能多说 不能多说 统计世界里面 变量也有三 还有三种变量 一个叫数值 一个叫分类 一个叫定序 数值叫Numerical Data 他就是 一、二、三、四、五 身高、体重、IQ、脚牙 这些可以量的 具有实际物理 可以用来运算 那么分类变量就比较难 它是一个标签 性别啦、种族啦 结婚与否啊 对不对 你的左手右手啊 它可以用数字来表示 比方说你可以说 我说一代表男二代表女 可以啊 随便你定义它 随便你 那是方便而已 它并没有物理意义 不能说一大于二 不能说男大于你 这没有道理 也没有排序 不是说一在二的后面 或者前面 对不对 也没有好坏 就不能直接做 算术加减 但是它还可以 还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它来 做我们的数学运算 这个分析的 本章就是有关于 这个分类变量 Categorical data的一种 一种计算方式 一种统计分析方式 最后一种叫做定序 ordinal 它是两个混合在一起 比方说 有一百个人在大众点评上 对一家餐厅的评价 这一百人里面有男有女 这男女啦 个别啦 籍贯啦 都是分类变量 有的是湖南人 有的是北京人 有的是吃辣 有的是不吃辣 这就是分类变量 那么它的评分嘛 零到五 对不对 那这大小就有意义了 是不是 这就是它特别的地方 那么在继续之前 我们来小总结一下 我们前面所学的 所谓的正态分布 我们先了解它的学佛 今天要补充的是 学佛它有两种 所谓佛要精装 人要一装嘛 正态分布的正式学佛 notation 它也是蛮好看 它是这个样子 X 随机变量一个X 它是N 然后挂号 这个μ σ² 这个标准差 标准差 还有这个平均值 这个N就是normal 那么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像这个 这个符号呢 就叫做以如此分布 意思是说 随机变量X 是以 正态分布 分布中有两个变数 还是这个等于是个函数的形状 这两个变数 那么但是如果你用Z来转换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的闪键Z键 转换以后 它就变成非常简洁的 这个Z 然后呢 还是个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分布就不是从μSigma这样看 直接变成0到1 非常整齐 那右边这个图呢 它的PDF就是它的概率密度函数 这个概率密度函数 它不是概率 是它积分才是概率 这个地方有三个曲线 代表三个不同的分布 如果 这三个分布的根据不同的标准差 跟不同的平均值 这两个是平均值是0 一个标准差 这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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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离开了这个平均值是-2 在这里 那如果你用把它转换成这个闪键Z键 转换 记不记得它转换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 一键破万法 闪键Z键 它把它用 either 用这个 μ或σ 或者是sample里面的 mean 以及sample的sigma 来定量的话 它只有一条曲线 因为它变成两个变数 变成一个变数 变成Z的function而已 它的PDF非常整齐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非常不一样 它竟然有非常多条的 这个的东西 这个非常多条的这个PDF 那我今天说 今天讲的 Ki square distribution 为什么叫开心平坎果呢 因为它是永远正能量 它是所有的东西都把你square 对不对 我们用标准正态来看 标准正态Z就是 是这样分布的 是normal 从0到1 从0到1 对不对 从这里是0到1的分布 它整个分布是0到1 那么 分布的以后呢 把每一个东西开个平方 开个平方 开个平方就永远正能量 对不对 它就变成开心平方果 叫做Q Q是所有的核 所有平方的核 那平方的核以后 它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性质 它是由Call Pearson 他发现 他倒出来的 这个厉害是统计界 所谓的生物统计学之父 他写了很多书 非常非常聪明厉害的 但他一生的成就毁欲参半 比方说他厉害的地方 听说爱因斯坦读了他的书 The Grammar of Science 科学的文法 既然计划作相对论 我们都知道 爱因斯坦相对光束理论吗 其实他书里面已经讲了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 什么相对论之类 他就已经讲了 他说 在这本书里面 他讲 an observer who travels at exactly belongs to your light we see an eternal now or an absence of motion 他说一个观察者 如果他以光束来旅行的话 他就看到永恒 不然就什么也看不到 不动 an observer who travels faster than light we see time reversal 如果你 你当然不可能超过时光 如果超过光束 但如果你超过光束的话 时间会倒流 这个在爱因斯坦理论里也讲到 好厉害吧 爱因斯坦还没有导出他的理论之前 他已经说了 他怎么想得到呢 这是厉害的 但是呢 这个人呢 有他的缺点 他是达尔文进化论 极端种族主义者 他说犹太人是列等民族 应该被怎么样怎么样掉了 他不是开玩笑的 对不对 你看全世界的犹太人多厉害 以色列人 他这一点是错误 所以说呢 后来就被 当然被某些人打了半死 就这样 是吧 那么他做出来的开心平方果呢 有很多奇妙的特色 好吧 就好了 刚刚我们讲了嘛 这是这个distribution 01 01 这不是说0到1 是说他的平均值是1 是0 而他的方 他的这个方差是1 这个分布 倒不是说0到1 而是有这个特色 有这个特色的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就是我们的standard normal 就是我们的z 就是我们的标准正态 如果把它平放又变成这个样子 你直接把这条线平放 它长这个样子 就长这样子就发现了 平均值变成了1 而方差变成了2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看 这是01好像夹几一样 那么 这里面的自由度呢 我们称之为new degree of freedom 这degree of freedom 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我们说把所有东西平方以后 一条条来看 比方说自由度 是1 这自由度是1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 比方说前面讲的 如果我们研究12个星象 对人的影响 自由度就是11 自由度就是所有研究 所有研究对象分类总和简易 分类总和简易 你比方说研究两个人 那么他们两个的变化 是相对是相互作用 所以说他们自由度是1 这个意思 那么星座也是这样 他说 星座对人的影响 他认为他的自由度 必须少一个 必须少一个 必须少一个是 少一个是 变成11 那么这个理论呢 比较有深刻的理论 我们要再下一篇 以后再讲 现在我们就说 ok fine 这个 Carl Pearson 就说嘛 degree of freedom 你这个 因为你研究的对象是分类 分类 分类 那么他的自由度 会比你现在所知道的 看到的所有的分类 少一个 这是他的意思 而且他的自由度 就是他的平均值 竟然引出来很多有趣的意思 比方说 这个自由度是 在这个 过来是 人家看 找个例子吧 平均值是1 这是 有一条 标准正态 平方以后 它变成这条曲线 那如果说两个呢 对不对 两个平均 两个正态 标准正态呢 摆在一起以后 平均值是2 方差是4 是他的两倍 很奇妙的事情 那你说我3呢 3的话就开始变化 平均值 希望就是3 他自由度是3 偏差是6 这三个加起来 平均值加起来 而且他开始 有了峰值 这好像是说 道生1 生2 生3 三生万五 那个味道出来 12没有峰值 Degrees 1跟2的时候 他基本上 是没有峰值 他的峰值在另外一边 从0开始看不到 你说这个 so what so what的意思就是 又怎么样 你会发现 他的PDF 跟标准正态分布很不一样 正态分布就一条 没有了 就一条 全部加起来 还是改变 所以他每一个分布 每一个PDF 都有不同的这个曲线 根据他的Degree of Freedom 来解释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等一下看到 他的Alpha 产生很大的变化 OK 他的PDF 长得很 非常高扬 非常 又 又是 这有Gamma方式 又是有指数 又是有Exponential 对不对 又是一个Power Law在这里 很复杂的 但是他就能够干净的说明 这每一条曲线 这是他的PDF 而且他的峰值啊 竟然是他自由度-2 比方说你看这条 第二 Degree of Freedom 10对不对 10在这里 对不对 他的 他的平均值在这里 平均值是10 但是他的peak 峰值却是8 你看这5这条 5这条 平均值是5 但是他的最高值是3 他就是可以有这么多简单的数字啊 从这么复杂的公式里面弄出来 这很有意思啊 那为什么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震态分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的Alpha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包括判案的时候 我们常说哦 这个D型啊 D型的这个 构禁区 0.05% 0.05% 它相对应的知道 它相对应的 kive value 你必须知道用哪一条 不像是我们前面这个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地方我们有个Z score都一样 就一条线 那你倒是你的你的构禁区就红区 对不对 它就相对于每一个值 它都有个值 它都有一个Z Z score critical value 那在这里面呢就不一样 比方说5% 在10 这条线的5%呢可能在很后面嘛 对不对 那你是5 5的话呢 恐怕也在这里 它都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 但是还好有公司让你计算 不用担心 我这里实际上要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做而已 要注意到什么地方 要注意 这边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software 它让你看到啊 所谓的开心果 平方果跟震态分布的关系 因为它是它来的嘛 这震态分布的平方是它嘛 对不对 那么它的这个 WoofGang WoofRain WoofRain 这个 这个网站 它是个世界最有名的数学工具 你可以download 在那边download这个软体 免费的软体 然后研究一下 看它的PDF 它的质量 密度函数 它跟 跟我们的标准震态分布 它是什么变化的 比方说我玩给你看 怎么样 它可以 你可以调来调去 就知道它们的变化 如果你 但是有一定很有意思啊 你把这个 变得 世界都变得很大的时候 就 100 大概100吧 你看 就跟震态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 就是 它太开心了 它就变成震态分布 那没错嘛 记不记得 北明神功都是这样子啊 你太多了 所有东西 通通要变成这个 变成震态的 对不对 那它的应用是什么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但是我们就这样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上网一看 然后上网一看 美国的左撇是有多少 美国左撇13.1% 13% ok 那么如果你知道是 这是大data给你 13% 好了 13% 那你现在 接上 找77个人来问 结果7个人说他是左撇子 那么你觉得这个 结果跟网织的结果一不一样 因为网织结果 你说应该有13%啊 13%乘以0.13 10个人左撇子 你观测结果是7个 到底谁对啊 因为是左撇 左右左撇右撇 它是一个分类变量 我们就可以用开心果来做 来做 它怎么做呢 它把左右分开了 你这边是你的observe 这是观测结果嘛 就是你 你找到有77个人 你有7个人是左撇子 74个人是右撇子 你这个估计值 就是你网上查资料啊 但是你应该是 13%嘛 对吧 10个人 10个人是左撇子 那么六七个人是右撇子 那这两个来比较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 这个 hypothesis testing的标准形式了 那么第一个是平均值 这个0.13 是 是 13% 那你说哦 不是0.13 这是你的挑战 那到底 你得的结果 能不能说 不是13% 应该是 10% 这样子 你想要证实它是 不是13% 那你容许的误差是0.05 这我们都知道 这前面讲的 前面讲 以前我们记不记得 我们讲的 这一尾判官的评理 你只要你的挑战者 能够进入 你这个构境区 小辣椒构境区的话 那你挑战成功 对不对 我们以前讲的是 这个王不老 挑战他的班上IQ 比一般中国人高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是挑战 我说 我观测的结果 他的 接上 左撇子的平均 并不是13% 这是我要挑战 OK 那么自由度 因为左右两种 所以说自由度只有1 你不是左 就是右 对不对 所以说他的选择 只有一种 这叫degree of freedom 自由度 是1 那么只有 制度只有是1的话呢 那就是chi1 square 只有一个嘛 他的公式呢 就是 chi1 square的公式就是 OI observation Value 就是你观测的值 减掉 你这个 预测的值 estimate 预测的值 预测的值的平方 逐上的预测的值 这个是chi2的定义 那么k 解决温就是 有两个 这么有两个 你把它带进去 就是7-10 7-10 然后呢 除以10 7-10的平方 然后67 70-67的平方 除以70 得到 两个加起来 就是1.03 这1.03 就是你的开值 你的开值 那你的开值 ok fine 你得到一个开值 经过这个公式 得到一个开值 那么 你如何用 我们构进区呢 来计算 这个 在构进区 我们上回的example 例子来计算 就是 5%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一个critical value z score z它的值是1.66 645 在 这叫义伟判官 是判这一边的时候 一轨判官的时候 zc 是1.645 只要你大于它 你就进入构进区 你就推翻 你就挑战者胜了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类似的 观念 但是它不是1.645 它的构进区啊 5%还是5%啊 可是它的 这个地方的 相对应的 z值是多少呢 这个你要用 Excel来看 Excel chi-square inversion 它的公式是这样子 95%就是5% 0.05了 讲的就是0.05 这alpha 我们定义为0.05 那这个地方是1-alpha 然后呢 得到的是3.841 这个意思是说 从 如果这是 这条曲线是我们的自由度 自由度的PDF 那么从3.81计算 往后计算 这里所有的面积 5% 这个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正态分布 标准正态分布 从 zc开始计算 往右计算 这里所有的面积呢 正好是5% zc呢就是1.645 那在这个地方是 chi-square distribution 它是不一样的 它相对应的 这个critical value 3.81 那你刚刚算的只是1.03 1.03 比达要小 无法 答案是no 你观测的结果 并没有能够推翻 你网上所查的资料 基本上差不多 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一个稍微 复杂一点的例子 你调查120个男女学生 对最爱社交软件的结果如有 像WeChat QQ 这个TikTok 这是你的调查结果 observe结果 男生喜欢这个WeChat 喜欢 最喜欢 最爱 然后他最喜欢 WeChat 15个人 最喜欢QQ30人 最喜欢其他只有5个人 举个例子 女生呢 有这个分布 总共120 那么我就问你啊 男学生 他们喜欢的社交软件 跟你学生数字都不一样啊 一个数 二十 三十 五十 对不对 你人数也不同啊 那么我就问你 对社交软件是否男女有别 啊 男女有别 有没有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 要问的问题 这是开心果可以做到的事情 开心果就做 他的其中有个方式呢 就专门做这个事 等一下我们终于来讨论 来比较 第一件事情 是找出总自由度 对不对 总自由度 这里就看清楚了 男生不是你 不是男生就是女生嘛 就是说男女生 你必须选其中一个样品 不是男生就是女生 所以自由度就是一 那么这个 这个杭数呢 有三种软体 你必须选一个软体 所以说你只有自由度 就剩下两个 所以杭数一乘上列数一等于二 这就是chi square chi2 square 你自由度是二 好 自由度是二 那么我们的假设 这个先假定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男女无别 这问题是 男女有别 还是男女无别 你容许的错误率是0.05 第一行错误率是0.05 一样的 跟以前的问题一模一样 那你现在有的是自己的 自己一个分布 你没有去网上查资料 说男女有没有别 你不是跟他比较 你是比较在这一个 这个样本调查里面 能不能够自己跟自己比较 你观测的是这个 你去上街观测 找了男女生 50个70个调查的结果 这是你调查的结果 你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要从这个结果里面预测 到底他们有没有这个 是男女有别还是男女无别 你先说无别 为什么要说无别呢 因为无别以后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 所谓男 所有男的 男而且最爱的 WeChat 那就是男的几率 成上最爱WeChat的几率 对不对 在无别的前期之下 最爱WeChat的人 又是男生 当然跟人数是正比 全部人数是120 那么男生是50吗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男生的比例而言 比例而言 其中喜欢WeChat 那就是男生的比例 乘上35 就是平均 应该是 这是你讲的 应该是14.6 如果他们全部都是无别的话 就是男女没有分别 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要 你给自己一个假设 没有分别 那你就应该是14.6 那你对每一个词啊 都是这样做 比方说 啊 继续 用这个观念来说的话 最爱 WeChat 刚刚讲14.6 最爱WeChat又是女生的话 又是女生的话 那当然就是 啊 女生的比例 70乘以120 乘上 乘上 35 20.4 那么 QQ也同一个例子来算 27.1怎么算呢 当然是啊 50 除上120 乘上65 对吧 这个就是啊 每个都是这样得到 都是这样得到 都是这样得到 得到的值放到下面 来 放到下面来 好 这个值 这些值跟上面有差别 这是你观测的值 这个是你 预计 它是 无别的值 然后你根据这个公式来计算 得到你的 这个公式把它摆进去以后 对不对 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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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看图 你说 哇 那有没有进入 所谓的 红灯区呢 有没有进入这个区呢 有没有进入这个红灯区 够近区呢 那你一样 那你这时候呢 就注意了 你的degree of freedom 是2 所以你用的表 跟图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跟正态分布不一样 正态分布就一个表 这个地方是每一个degree of freedom 一个表 像是degree of freedom 1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表 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是degree of freedom of 1 那你现在degree of freedom of 2 那就用这个图 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如果是5的话用这个图 10的话用这个图 都已经算出来 那你这个图说 刚刚前面 刚刚前面我们在degree of freedom 1的话 它的critical value 是3.841 是经过Excel计算出来 这个地方够近区 从3.841开始 那么2呢 也是同样 你就同一个公式把它换成2就可以了 degree of freedom 2 5.99 5.99 就是说从5.99往下算这里 才是够近区 你的z square 必须大于它才行 或者是你的k square 在这k square是2.84 2.84 在这个左边在这里 找了 所以说基本上 你没有办法推翻 没有办法推翻 你自己看一下这个图 你就是你假设 你假设 你假设 这个他们全部都是无别 男女无别的状况 状况之下 得罪的结果 跟这个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所以你可以猜的出来 可以猜的出来 对不对 然后经过这个数据肯定 这个公式的肯定 你就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跟你讲 就是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自由度 自由度的观念 对不对 男生女生 你不是A就是B 不是男就是女 所以你自由度要少1 你三个软体 三个软体 所以你必须 一定要选择一个 你选择一个 两个都不能选 所以说自由度是2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稍微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就是基本上 开心果 他用样本本身的资讯 还有无别的假设 得出一个 得出一个 估计值 再用估计值 去算出这个 他的 到底有没有不一样 这个是很奥妙 这个聪明 这个聪明 结果呢 发现 对不起 2.84 小于5.99 不行 OK 那么这个 这里讲说 开心果 还有两个方式 它是 Independence Test 我这两个例题告诉你 这两个东西啊 它是不是彼此互相独立 就会不会够不够一样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两个分布 有没有不同 就像是我们的男女 有没有别这个关系 彼此有没有互相 那这两个事件有没有 有没有互相独立 这意思是说你想要测试的 就是说男女 无别 你说男女 有别这两件事情 是否够独立 是否够近 比较这两个 而且用的是自己的Data 它彼此有没有Independent 这个叫Independence Test 那么考方检验呢 它是用一种分类的变量 众所周知是我合的来 这个我们没有讲 它叫做Goodness of Fit Test 这是我们以后会提到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的目的基本上 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它的一个mechanical mechanical的这个用途 对我们制成而言 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步 大概就可以了 因为统计嘛 太高深 我们要知道它怎么用 大概就差不多好 真的要知道它 能够这样适用与否 那功夫还大 对不对 以后我们有空的话 会再讲解 我所有的 我先介绍所有的分布 一种简单明了 有例子给你看的分布 那你有个大概的b 读书就是有个feeling 再去读啊 就比较有劲 对不对 把你什么都 一下给你很多很多的理论 你看它就已经晕了 你看任何统计书啊 都是充满了数学 那个符号 乱七八糟看了就晕了 对不对 你跟我说怎么用 我们工程师就是这样 你跟我讲 我用一用 用以后像炒个饭 炒了饭以后 我就知道炒饭怎么回事 以后要改进我就没改进 你跟我讲半天 就像你游泳一样 你不下水游泳 你怎么怎么讲都学不会 那这里讲到最后的题外话 闲谈 Unilever 全世界最大的发商品公司呢 宣布 产品中已经放弃 normal这个字 你看那个 你去买一个任何产品 你说我的产品是否正常头发使用 这个其实在美国来讲 已经是快要违法 他们认为正常这两次 有歧视的作用 他说正态分发正态分布发展也不对 他说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没有办法说规范 每一个人啊都是正态 因为我们跟我们讲过了嘛 其实正态是一个错误的misnomer 当初发明高斯说那不是正态了 其实是高斯了plus 这是很多人 有些状况是这样 但是不能逼着每个人都是朝正态发展 前程我才必有用 你这样不一样的话就另找出路 另找出路 所以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呢 这是我的感觉 对不对 并不是说有些成绩不好 而且这一辈子就完了 不应该有这种概念 谢谢大家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回要讲各种不同的统计分布